Hello 大家好 我是管理小安 今天呢 想说一些心里话 就是小凤跟那个小勇的关系嘛 他们以前是从朋友 然后到合作伙伴 然后到感情那一方面的 小凤之前呢 也去南陵 说做那个半年的嘛 然后呢 他去找他了 我也不怎么出生嘛 毕竟我跟小凤也不是 还不是那种关系啊 然后呢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的话也不好说 就是我在想嘛 我觉得小凤这个女孩子是挺好的 很有上进心 是个比较全市的女孩 虽然说我现在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但是 现在是朋友嘛 就希望如果跟他没有做成那个啥的毛 就做朋友嘛 实在不行的话 毕竟做朋友也挺好的 我就想着看能不能用一个月时间 先跟小凤先慢慢先处一个月时间吧 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变化嘛 我也知道他心里放不上那个小勇 可能那个小勇是真的很优秀吧 毕竟呢 他们也认识了很久 总不能说放下就放下嘛 每个人都有感情 都有过往 并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 因为有静静的感情 是不会那么轻易放下的 我就想着嘛 在这里农村的话 跟凤姐学习养籍啊和小凤 然后呢 看一下能不能跟小凤进展一下 嗯 就是那个能不能谈情有感情的嘛 如果没有感情的话 我也不会免钱嘛 毕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能跟小凤谈情那个关系的话 是再好不过 如果不行的话 其实做朋友也挺好的 嗯 总不能朋友都做不前吧 嗯 朋友也挺好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放不上那个小勇 我也 身家也不是和关系 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因为没有 还没有那种及格 就是 先慢慢跟凤姐跟小凤 他们先学习嘛 小凤的话 我跟小凤的话 嗯 看缘分吧 如果缘分不行的话 也没办法 就先做朋友嘛 嗯 总不能朋友都做不前嘛 那岂不是太糟糕了 嗯 小勇可能真的很优秀 等一下小凤这么前世的 你还放不下他 因为现在我跟小凤还不是那种关系嘛 但也没办法 感情这方面的话 并不说可以买来的 他们需要培养才会出来 所以我也不会说什么 嗯 最后呢 我就想着 看一下能不能用一个月时间 那边去跟小凤慢慢的相处 看有没有进展 因为他已经跟小勇分开了嘛 但是呢 并不是说分开就分开了 因为感情每个人都有 不会那么轻易的 我就想尝试着 看一下能不能用一个月吧 如果有好的发展的话 真的是戏业跟那个爱情都会丰收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也没办法 感情并不是说能买来的 就看以后的一直看能不能 跟他好好相处吧 做不了那个啥的 就做朋友吧 我是这样想的 感情真的是买不来的 想慢慢进展发展吧 行的话那是最好的了 不行的话那也没办法 就是想说一些心里话 我也不是什么关系 但是的话我是真的很赞赏他 我也希望跟他一起努力学习 小凤的话 如果我跟小凤 只能做朋友的话 那就没办法 我也尝试用一个月时间去感化他吧 看能不能 因为感情人是买不来的 反正就是一起加油努力吧 以后的意思